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的赏息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双母体比例的一个比较 这个题目是淡江资管的考题 抽查两个城市 一个叫做A城市 150位里面有15人是失业 那么B城市100位里面有5人是失业 那么他要我们去做用什么呢 P值法来检定两个城市的失业率是否相同 题目也指定 α值是用0.05来做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这个题目并不算困难 为什么呢 这题目是大样本 大样本的就简单多了 B城市是100位 好那我们看 首先我们先建立虚无假设 这是A城市 我们用A来表示好了 PA等于PB 再过来呢 对立假设是 他说是否相同 那么我们就用 双位检定 比例不一样 好那这是我们的检定的假设 好那这是我们的检定的假设 好我们先做好了以后 现在来看我们的资料 150个里面有15个失业 所以我们 我们抽这个样本的话 样本我们用hat来表示 150个人里面有15个失业 那么他的失业率就是0.1 那么B呢 B hat是多少 100个人 抽100个人 发现有5个失业 那就是0.05 好那现在我们来做的是什么呢 大样本 大样本 大样本就是 所谓的大样本 当然就是Z值了 Z 等于 PA hat 减掉 PB hat 这是一组 减掉 PA 减掉 PB 这用一个差的方式来去做 那么我们综合的这个标准差 就是N1分支 这个是比例的来说的话呢 N分支PQ 问题是这个P跟Q 这个我们不能用P1比Q1 P2 这样做会比较不准 因为我们做的是什么 PA等于PB了 基本的假设是一样 所以我们P要取的是什么呢 取的是混合的 混合的总共有多少呢 我们这个P 我们用的是 总共我们一共是 既然是相信它是相等的话 总共抽了几个 AB混在一起 150加上100 那就是250 失业总共几个 20个 所以我们综合起来的P是多少呢 0.08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用0.08 那这边用0.92来做 就会比较好 来我们继续做下去 上面这个是几呢 两个箱减 0.1减掉 0.05 减掉后面不要写了 因为这两个相等 那这个地方是写什么 这边写的是 这边两个就可以提出来 这是根号 P是几个小的 P是几个小的 0.08 0.08 乘上 0.92 这是 N1 N1是几呢 N1是150 N2呢 100 100 我们计算一下 我们看看 是多少 上面是0.05 0.08乘上 0.92 然后再来一个平方根 这个算出来是 0.2713 这个是 0.1291 那么计算机按一下 0.05 除以 0.2713 再除以 0.1291 我们算起来是 1.427多 那我们就算 1.43好了 1.43 这是我们的Z值 那么现在 题目说什么 P值法 要用P值法来做 那我们就要把P值 要算出来 因为这是一个双维检定 我们就把我们的 这个资料先列出来 什么是P值 我们再做解释 这是 常态分配 好了 我们就这样说 所谓P值就是 我们 拒绝域 的面积 就叫做P值 现在我们的Z值是在哪里呢 我们的Z值是 1.43 那 我们要用的是 想要算 这个两块 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去查表 查 这是Z值 我们就查 标准常态分配表 来 我们把它叫出来 标准常态分配表 1.43 位置在哪里 1.43 的位置 我们找到了 1.43 的位置是在 0.4236 这一块是 0.4236 那这一块呢 这一块就 0.5 减掉 0.4236 所以是 0.0763 那么 他要的P值 0.0763 如何 因为他是双尾 所以我们再乘上2 所以是 0.1528 这是我们的P值 P值是 0.1528 那其实事实上来说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了 如果说是 α是0.05的话 我们的P值的话呢 是 有没有超过了 0.05呢 P值的值的位置是 这个的面积 面积超过了0.05 超过了α值 结论就不显著 所以我们有没有得到了 什么样的结论 我们得到的是 结论不显著 结论不显著 就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接受H0 接受H0 那P值我们也算出来了 已经 大于 0.05 事实上 就是结论不显著 如果我们的P值 非常的小 那就是显著 的